今年24岁来自以山西 比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室内设计专业 我有将近四年的工作经验 本次来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跟设计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什么气啊 特别紧张是吧 有点 没事放松 聊天嘛 怎么这个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是个大专大本 那个是大本 是我自学考试 自考的 对 那怎么异业了 抱歉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写着异业还是有些刺眼的 那个09年的时候回家结婚 回家结婚去了 对 你是念到什么程度了 大概还有 这个自考的 对对 就不是全日制的 不是 那你接你的呗 不是全日制的 你接你的婚接着念啊 但是那个10年的时候又生孩子 对 你08年 你08年 就是三年前 22 对 你着什么急结婚啊 对不起啊 我不信心 不是我着急 是因为家里面人着急 然后 谁家里是谁 你爸妈呀 我爷爷奶奶 爷奶奶 对 着急让你结婚 对 你们是青梅竹马 不是青梅竹马 是别人介绍的 介绍的 对 认识多长时间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 就两个月的时间 哇 大婚 这什么 大婚 你们说 你们鼓的这个掌 是惊诧的掌吗 不是羡慕的掌 就是太快了 从认识到结婚两个月 对 一年之后就生孩子了 孩子就出生了 就结婚就要了 不是 我说你 就结婚就要了 没在等 对 结婚就要孩子了 马上就生了 对 怎么样 丈夫 就是两个月了解 不多 怎么说呢 到现在来讲 不怎么样 她 从孩子出生以后 她 孩子的抚养费 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抚养费 你们离婚了 没 没理 她在今年 七月份的时候 跟我提出来离婚 今年七月份提出来离婚 对 理由是 理由是两个人 就是说 经常不在一起 没有共同语言 什么时候从山西到北京呢 今天八月份嘛 来北京 今天八月份来到北京 对 孩子在跟你爸妈 对 在山西老家 要多给孩子打电话 差不多两天打一次 对 一定要多打电话 父母不在孩子身边 一定要长电话沟通 这样孩子有个念想 对孩子很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到北京了 对 找了份工作 什么工作 类似于销售的 什么样的性质的企业 教育集团 教育集团 对 教育集团 不是他这个吧 不是啊 就是在一个教育集团 做销售 为什么不做呢 那个 不太好做 是因为 我感觉 就是说 良心上有点过不去 做那样的销售 跟别人整天说的一些东西 都是他们教的 做教育集团的销售 良心上过不去 是 我们从来不培训销售技巧 我们甚至都不重视销售 冷静 这时候 别说太多 不说话 冷静 冷静 我聊了 我觉得 没必要太慌张 其实 我是 因为 对 因为我是觉得 现在呢 因为我看完他简历以后 对他刚才在台上 说的这些话 我都觉得有一点质疑 所以 我觉得 就是说 你在生孩子之前 都在一个公司 在做设计师是吗 对 在天津 做什么样的设计师 室内 室内设计 对 你的优势和长相是什么 就是 做设计 做设计 对 设计啊 很难说 今天有他的作品带来 大家大概看一下 来 这是实景 还是 这是 做成的效果 效果图 最终的效果图 哪是你做的 这 这都是我做的 我知道 我说的哪是你做的 就是在这个空房间里面的 哪 是有设计 你能不能像我们去 装修公司的时候 那个设计师给讲解 他作品 比方说 这是个什么什么风格的 对 然后 在哪个部门 对 来 下一张 来 和我们讲解 这是一个酒店的 那个餐厅 那你的设计理念 是什么呢 那就是 带点中式风格 哪呢 它那个灯 还有那个 凳子 然后 那好在哪呢 我现在确实想把一单交给你 小璐你能告诉我好在哪吗 这个东西 然后 我们做的话 不用我们去接单子 然后我们直接做 你就是操作 是不是 你不是设计师 所以不是设计 是别人 比如说 我是设计师 我告诉你 小璐 咱们现在拿了一个这样的风格 大体上 来 给我做个图出来 是这意思吗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有时候也是 得 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表达能力真的差到连自己设计的作品都那么不熟的程度吗 还是这不单单只是表达能力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太像他设计的 反正交流上出现了 确实 我觉得你 你的每一个作品 你都说不出优点来 为什么呢 这个话里有很多细节 但是他一个细节都没描述出来 这是不正常 如果是自己作品 应该是非常了解 口若喧河 我觉得他 当时做的时候 就是那么想的 然后就做出来了 其实 也不知道 怎么说 不 你只是负责 想法是谁的 嗯 有 有的时候是我想法 我想出来 然后给我们那个老师看 然后他说可以的话 然后就做 不可以的话 然后再改 好 这样 我现在给你一个设计 让你来做 好不好 比如说 汤枕被剑 他们是蛋白质粉 这样吧 他可能比较擅长是 设内装修 那我 你来 比如设计一下我们的专卖店 是专门卖我们的营养补充机 是比较天然 比较健康的 那你讲一下 比如大概 你会用什么样的色调 好 什么样的元素 好 我应该会用 绿色的颜色比较多一些 绿色系的东西 嗯 然后 展台的话 用那种 用 刚 那刚化玻璃 还有那个 那种 亚克力那种灯 比较多一些 嗯 然后 这样 不费这劲了 不费这劲了 你是不是更多的时候只是执行 完成 我有一个想法 我给你好好讲一讲 然后你把它给弄出来 差不多吧 所以更多的你是 技术工程 对 而不是设计工程 卢坤 首先啊 你现在已经是个孩子的母亲了 你先放松下来 把你的笑容重新恢复上来 跟你刚上台一样好吗 啊 现在都是苦笑 咱们微笑起来啊 啊 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 刚才 这个 我以为他做过教育行业 冲着我来的 但我一看不是 啊 这个 只是你 这么多求知经历里 他是冲着你来的 他现在恨教育行业 不是 社高老师 因为他没有在一个靠谱的教育行业里待过 而且你 每一年 不到一年 就会换一份工作 你整个工作履历里来 体现的是你 频繁的跳槽 频繁的换工作 但是我 我现在为什么耐心的来 问你问题 因为你现在是孩子的母亲 你要为你的孩子 以及你自己 负责任地想一想 你以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好 其实怎么说呢 我是 不想再做设计行业了 其实想做其他的 比如说 你怎么表情老那么痛苦 放松一些 看我 这样 就是你不想做设计行业 你看着他们可能会有点紧张 看我 会更紧张的 看我 这样 我是一个孩子的爸 你是个孩子的妈 其实我 我没有明确的规划 这样 这样 行业 比如说 电子商务行业 做吗 不是 现在怎么说呢 只要有份工作 然后我就会去做 薪金有要求吗 有 多少 六千元左右 很干 你看的确是一个很苦命的母亲 很着急用钱 但是就她目前的表现 包括她所尝试的展示的这个作品来啊 没有任何理由老板会给她一份设计师的工作 但是以刚才你的设计能力 好像六千 抱歉啊 我实事求是一些 好像离六千又稍稍有些距离 如果我这样一份工作哈 就是因为 Anyway 你现在这个状态 我让你重新开始 但是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就可以达到六千 综合六千 底薪可能就三千块钱 但我每天都要 真的要加班 非常辛苦 有可能周六要加班 你可以吗 可以 真的吗 你觉得人家会怎么做 因为你有一份工作 你在上面写着为什么辞职 因为要加班 很辛苦 小飞 那个要加班 跟很辛苦 绝对不是她真实的理由 今天她想找这份工作 最主要的部分 是她要养她自己的小孩 她需要money 需要钱 但是我再次提醒各位 但是她不够真的主动地去努力 我再次提醒各位 找工作和社会救助是两个话题 对 是的 虽然我说这句话 会显得我铁石心肠 但是我是面对事实 实事求是 如果说社会救助 我们有另外的方法 无数种方法可以帮到她 但是各位 找工作 十二位选择 有一家企业 是怎么维护客户满意度的 是怎么能做到一个行业顶尖的标准 我明白了 她要设这样的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 以前一个恨的 通过去她那儿 开始变成爱 这叫什么 这叫内心转变专员 但是我觉得 这个动机 教育体验官 陈永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你认为说 为了靠谱的教育行业 扬正气 但你这动机 做招聘来说 我觉得有点怀疑 所以 其实 我刚才一直很纠结啊 我知道 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有原则的 对 不是一个秀的节目 对 所以我想到了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观察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不需要你来上班 你只需要 这个就不靠谱了 陈浩 你不靠谱了 作为一个新老板 我在这儿严厉地 对你提出批评 陈浩 观察员 根本就不是一份工作 我们说的是工作 从工作的角度 你 对卢坤 有什么问题 从工作的角度 没有 好 优胜教育的陈浩 现在 到了你表态的时候 你是继续还是离开 站住 选择 亚令和是来找工作的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才会容试 才有容试重复的感觉 为什么容试 这个我也说不上来 这样 如果说平时缺勇气的话 来了就是勇气的表现 坚强一些 勇敢一些 最后千万别忘了 两天的时间一定要给孩子打电话 谢谢 再见